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 巴赫姆特的战况越来越激烈 瓦格纳佣兵团日前宣称 法理上拿下这座城市 但如今又改口说 乌军还没有放弃守城 因为乌克兰援兵陆续到位 甚至利用无人机攻击瓦格纳佣兵 而特种部队也现身在巴赫姆特市区作战 从空中锁定位置 再精准打击目标 乌军一连公布好几段攻击画面 声称对准的都是巴赫姆特一带的 瓦格纳佣兵 乌克兰特总部队也在巴赫姆特市区穿梭 至少击退俄军实播的攻势 另外这段无人机视角 也拍下精准投弹摧毁俄军坦克的过程 不过走在巴赫姆特街道 rarely会死掉了 有半小时的 5000再谷战 瓦格纳也继续狂烂炸 看起来并没有但要吃紧的问题 пВК《瓦格纳》公布的声明 我們問了一些關於防禦的防禦 但是,在說話的防禦,他們保護防禦 他們在這裡… 在附近巡邏,剛好碰上 民眾冒險外出,果然嚇一秒 還有危險 就遭遇驚險爆發 而瓦格納領袖普里格金 先前才夸口稱,形同拿下巴赫姆特 現在又說烏軍打死不退,戰況艱困 他喊話需要俄羅斯正規軍更多幫忙 緊接著他還酸,好久沒看到末日將軍蘇洛為精 俄軍是否內吼外界物理看花 不過俄羅斯國防部長肖伊古 周四突然現身彈藥廠視察 現場還有大批工作人員加緊打造裝甲運兵車 忙得不可開交 烏軍這邊也沒有閒者繼續在巴赫姆特近郊 展開射擊訓練 每次50到60人一組 這些軍人可隨時派到前線支援 CNN記者重返去年開戰初期 一度遭俄軍佔領的基辅近郊安托諾夫機場 當時遭炸毀的最大運輸機 夢想號殘骸還留在原地 夢想號原本是設計杯載蘇聯太空梭 卻因為戰火燒成廢鐵 機場成回傷心地 他也感受複雜 什麼感受呢 這裡很困難 看到所有的情況 破壞飛機 破壞障礙 報道稱夢想號運輸機若要重建 少說要花上10億美元 不過重建前 相同的機場先出現好幾台 簡易版反無人機配備 這件事是Broning M2 在2010年 很棒的機場 是12.7kg 99kg 它在低級的目標 一台台軍車後頭安裝的是 美軍提供的白朗寧重機槍 方便隨時移動 擊落2000公尺以下的無人機目標 但戰火一天不停 民眾恐懼感就無法消除 巴赫姆特又有明宅被炸 證明男子遭彈片波及緊急送醫 信號傷者從野戰醫院轉送 其他市區的醫院後 情況轉穩 目前已經沒有生命危險 特別新聞 宗科科大 根據烏克蘭統計截至4月7號 二軍陣亡人數已經超過17萬人了 烏克蘭還特別設立了投降專線 今年1-3月已經接到 將近3000通俄兵有意投降的電話 那麼在烏克蘭準備大反攻之際 北約也在波蘭及立陶宛 邊界狼道舉行大規模軍演 黑夜中爆炸聲響後發出火紅亮光 俄羅斯宣稱在烏克蘭東南部 用山毛舉飛彈擊中美國的海馬斯 俄烏戰膠著 雙方都稱對方兵敗如山倒 大打任之戰 我看來媒體直擊 在遭俄羅斯猛攻的烏東小鎮阿富蒂夫卡 儘管全程幾乎沒一處玩好 但是烏軍依舊死守 曾經是萬人居住的市鎮 現在得在殘破的建築物中尋找人機 撤得撤 逃得逃 儘管居民都快撤光 烏克蘭人堅稱守得住 但是就怕俄羅斯的空襲濫炸 炸死更多人 像是這對老夫妻 就是烏軍最新協助撤離的對象 老先生哭著和住了82年的家道別 烏軍到處勸說居民撤退 唯獨還有幾戶不願離開 烏軍守住阿富蒂夫卡 而烏克蘭的參謀總部更是公布最新統計 指出開戰之後 截至4月7號為止 俄軍已經陣亡了17萬又7710名的士兵 而且今年1到3月 烏克蘭架設的我要活下去投降熱線 平均每個月接到2500通的電話 創新高 烏克蘭表示有些士兵還是帶著武器一起投降的 同時在烏克蘭對內刺客的俄羅斯控制區 再度遭到五軍炮襲 造成至少7人死亡 俄羅斯指控烏克蘭發動了4次炮襲 擊中了一處修車場 儘管烏克蘭沒有承認 但這是反攻訊號嗎 同時間北約在波蘭立陶宛的蘇烏瓦基走廊 罕見大規模軍演 現場由波蘭德軍美軍出動 而這一條位於立陶宛波蘭邊界 大約96公里的蘇烏瓦基走廊 可以連接俄羅斯飛地加里寧格勒 到白俄羅斯的通道 戰略位置重要 又被稱為北約東裔的阿基里斯艦 這一次的軍演幾乎是在俄羅斯加門前上演 同時法國也舉行30年來最大規模練兵 代號獵戶座2023的軍演 多達19000名的北約軍人參加 北約展現防禦力 俄羅斯也持續拉攏死中盟友白俄羅斯 舉行兩天的元首峰會 時間點又是落在俄羅斯宣布 要在白俄部署戰略性核武之後 俄羅斯也持續因為人權議題槓上西方 先前烏克蘭兒童被強行帶到俄羅斯的指控 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會議中一發言 歐美各國代表就起立離場持續整風相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宏以及歐盟之委會主席訪問北京 那麼除了跟習近平商討化解烏厄戰爭之道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藉著大陸解封後的商機 來挽救歐洲的經濟 不過習近平也有自己的算盤 頻頻提到多邊關係 似乎希望降低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 共軍最新演訓畫面 兩棲登陸在閩南海域模擬搶灘 還請央視記者搭乘05式兩棲戰車 跟著兩棲戰車出海朝假想目標開炮 不只海上另一隻解放軍宣傳片 展示空中射擊 攻擊直升機彈藥連發 海模擬夜間發動攻擊 摸黑跳傘無息 一下搶灘一下空降 恐怕都是為武力犯台準備的一環 但在北京法國總統馬克宏仿中 比較關心另一個衝突區 三天北京行 馬克宏希望中國大陸 勸勸俄羅斯總統普京和談 但習近平似乎更關心別的議題 不用點名就聽得出來 習近平希望降低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 然而除了雙邊關係 馬克宏此行還有目的 馬克宏這次帶著大批商界領袖同行 希望搶戰大陸開放後復蘇商機 果然空中發誓馬上敲訂新訂單 要在天津建立第二條生產線 加倍產能 除了馬克宏別忘了歐盟 指揮會主席范德賴恩 仍也在北京 欲帶玄機相比馬克宏 范德賴恩代表歐盟半黑臉 甚至主動向習近平提台海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 范德賴恩不如馬克宏受到北京高調接待 不過范德賴恩此行有壓力在身 由於通脹壓力持續存在 歐洲央行現在將繼續緊縮貨幣政策 總統蔡英文跟美國眾院議長麥卡錫會晤 誤不少學者給予高度評價 認為這將可以讓國會外交成為常態 詳細新聞交易資金記者陳向如 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就是蔡麥會 好這真的是1979年美台斷交以後 在美國本土會見台灣領導人的最高級別美國官員 那麼當然這也引起了大陸的跳腳 他們說會堅決反對 而且進行強烈譴責 那麼這一次蔡總統在美國除了麥卡錫之外 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總共見了美國的共和黨第一號人物 還有剛剛說的美國政府的第三號人物 以及18位跨黨派的眾議員 那麼對於挺台灣這件事情 美國很難得的有了跨黨派的共識 帶大家來看一下學者翁呂中 他是怎麼去評斷呢 他說這一次蔡總統他是以量換職 已經算是驚喜了 而台美也已經盡量去避免 刺激到大陸 再來的話就是軍事戰略專家蘇紫雲 他的分析是 大陸現在態度很強硬 但是手段很細緻 還有三戰手法來影響台灣民眾 哪三戰呢 包括心理戰 輿論戰 還有法律戰 再來看中國大陸國防支出 2023年增加了7.2% 達到史上最高 那麼五角大廈就估計 北京真實軍事支出 可能是官方公布數字的兩倍 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亞洲軍備競賽 來到了二戰之後的最大規模 國防部證實中共航母山東號編隊 穿越巴士海峽航經台灣東南海域 國軍派遣拉法葉成功集軍艦前往監視 最近維持五到六海里 山東號它是一艘新船 它其實還沒有進行驗證 山東號成軍可能要一段時間 不只國軍緊盯 對於共軍一舉一動 美方也相當關切 同時間美軍航母尼米茲艦 也在台灣東部400海里處 美國陸戰隊派了一架 這個UC-35B 那似乎今天可能它有出來追蹤 這個中共這個山東號的 這個部署的行動 我想可能會它會派 就是相應的這個美國海軍的 這個航艦的這個專家 然後這個近距離的 這個觀察這個山東號的 這個操作的情況 針對中國大陸升高 台海周邊武力恫嚇 美國國務院表示 美方會盡速推動對台軍售 態度強硬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對於美方的威脅步步逼近 中國大陸軍費 從2000年的220億美元 增加到3000億美元 僅次於美國8000億的國防預算 各國爭相增強硬實力 加速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 亞洲軍備競賽 最重要的一個導火線 是烏克蘭戰爭 包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30個國家 供應給它武器都不夠 那大家就開始買 來囤這些武器 因為烏克蘭的鏡面效應 而產生大家 對這種武器裝備 數量的不足 那需要來做添購 所以也造成軍備競賽 武衛戰爭讓各國陷入緊張 紐約時報更提到 亞洲與太平洋地區 正步入劍拔弩張 且焦慮不安的時刻 中國大陸快速擴增武器庫 海軍規模甚至超越美國 也讓美方鞏固印太勢力的行動 一刻不得閒 在中美博弈裡頭 其實不管是從軍事 從外交 包括從經濟這個三面向裡面 其實軍事還是最 台灣最是注重的 台灣就是在中美博弈裡面 是一個戰略最前沿 被中國武統 台灣就是它出入到 第一島鏈的一個墊腳石 如果說台灣 如果說還是跟美日的一個同盟 就是靠著美國日本的話 那對中國這個威脅 就等於說中國出第一島鏈的 一個絆腳石 美日同盟 日本新年度防衛經費 達6兆7880億日元 超過GDP的1% 首相岸田文雄直言 日本所處環境嚴峻 要為所有可能事態 做好安全準備 同時日本和印度 還簽署多項協議 更展開海軍聯合演訓 與首次聯合戰鬥機演習 美國為了有效遏止中國 其實它最重要就是第一個 先鞏固日美同盟 強化日本同盟 接著再用折跨的 就是美國日本 印度跟澳洲這個部分 美國在印太地區裡面 它是屬於在東岸 當然還更需要的兩億 就是日本 印度 這樣子他們來連結 2001年到2021年 全球國防支出上 亞太地區佔比 從18%上升到28% 日本在長年的和平主義後 憑藉美國戰斧飛彈 獲得1940年代後 不曾有過的打擊能力 同時美國也試圖 將台灣打造成代刺的豪豬 英國衛報就點名台灣 是四大亞太衝突熱點之一 包含美國日本 韓國 包含菲律賓 以及美國的一些盟邦 都是站在美國這一方面 跟中國大陸在這邊 在軍事上還有經濟上 來採取一種競爭的態勢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台灣是要站在哪一邊 我們台灣是站在美國這一邊 站在美國這邊 那你是要採取對抗 因為美國這方面 它是有結盟的 那如果是採取對抗方面 那我們在軍備上 這幾年也在加強我們的 國防預算 軍事預算 都有相對的增加 對武器的採購 都有比往年要更為積極 但是我們比較脆弱的 就是我們的民心 我們的思想武裝 心理武裝 台海可能的軍事交鋒 是亞太地區最明顯的熱點 一旦爆發衝突 區域內國家都難以完全 置身事外 TVBS新聞羅氏彭王浩 與台北採訪報導 日本陸上自衛隊自行改裝的 黑鷹直升機 昨天在沖繩宮古島海域失蹤 機上巡人生死未捕 而當局今天出海搜救 終於找到機艙門 救生艇等裁函 那麼搭上這架直升機的 包括日本核心部隊 第八師的師團長 他六天前才剛走馬上任 沒想到越南 日本黑鷹直升機墜毀 當局出海搜尋 終於找到機體殘骸 包含懸翼葉片 機艙門還有成折疊狀的救生艇 只是機上人員還是沒有消息 這下直升機是在六號下午三點四十六分 飛離宮古島基地 原本計劃在周邊偵查地席 卻在起飛十分鐘左右消失在伊良部島附近 也就是殘骸發現的地點 宮古島周圍下雨導致搜救困難 這架黑鷹直升機其實由自衛隊自行改裝 型號是飛龍UH60JA 3月下旬才通過安檢 直升機消失前兩分鐘 還跟宮古島管制塔通話 沒有回報議案 而機上十名自衛隊員其中一人 是現年五十五歲的 第八師團長班本雄一 他不僅是陸上自衛隊參謀長的候選人 六天前才接任師團長 沒想到遇到墜機 第八師團屬於機動師 主要負責西南豬島跟沖繩地區 是自衛隊最核心的部隊 日本周邊有事都是由這個師團率先出動 至於墜機的原因為何還在釐清當中 第八師團屬於機動師 主要負責西南豬島跟沖繩地區 是自衛隊最核心的部隊 日本周邊有事都是由這個師團率先出動 按摩擦地區 是由這個師團組寫到 在小屋中心裡 換掉深屋入在騙時 以為是有機器 的前面有關 雖然 Tá魔力 從小屋中心裡